大家好,我是李蔡鳳 最近我比較忙 為了製作一些大型的節目 現在可以說我已經退休了 很少在電影、電視上 但我都會很開心 很喜歡做一些關於藝術上的事情 遲些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今天很開心跟大家見面 我小過13歲左右才開始學跳舞 因為我很喜歡運動 在拍戲的時候 因為導演經常要我拍一些古裝戲 要拿刀拿劍 那時候我就覺得 如果學一下功夫 對拍戲就會很有幫助 那時候我就一邊拍一邊學 一邊馬上拍 在那時候我都會很勤力 在空間的時候我就會自己練功 很多人看我在螢幕上很能打 其實我想可能拍戲的時候 我也有很多經驗 懂得去模仿打架的時候 拍打戲的時候的樣子 以及如何技巧性 把好看的東西放在鏡頭面前 我覺得大家都好像以為我功夫很了得 其實多得就是我有個舞蹈的底子 因為舞蹈基本功和舞蹈都差不多 只不過表演方法不同 因為舞蹈比較柔軟一點 但是功夫一定要很有力 所以 但是基本功都差不多 加上我又喜歡運動 我喜歡練習 所以拍戲上來 很多人都被我騙到了 以為我好打得 初期的時候 我就是先拍電視 那時候我記得 我第一次拍戲是十五歲 有一次有個導演 就找一個角色 就找不到女生 因為每個人都很成熟 想找一個小妹在鄉下 有一次就看一個表演 剛剛我就在那裏表演 跳舞、中國舞 覺得這個女人 女生的樣子很純真 很有香肚氣味 所以就走來找我 你有沒有興趣拍戲 因為想找一個角色就像你那樣的樣子 之後剛剛放在暑假 想想一下 好,試一下吧 那時候才開始拍戲 剛剛開始拍戲的時候 都是以電視為主 好像拍了一年左右 電影公司交和 電影公司就開始找我 做簽基本女演員 我那時候很早期拍戲都是沒有打的 全部都是比較民靜 做別人的妹妹 所以我記得第一套是跟Jacky Chan 一套戲叫 《威龍猛探》 《The Protector》 《威龍猛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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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套戲真的拍得不錯 可以說是殭屍系列之中的經典之作 這套戲裡有很好玩的地方 很有趣 很搞笑 也令人很緊張 很害怕 什麼元素都在那裡 所以這套戲 每次別人一提起這個名字 都覺得這套戲挺有意思 那時導演沒有什麼要求 我記得有一套戲幾要求我 因為裏面有一套戲 就是我們在西餐廳裡 喝咖啡、吃蛋撻 因為導演想我穿一些 Sexy的衣服 我那時發生什麼事 原來那一套戲 有個男生看見我 看到我很搭檔的樣子 那時導演又不好意思 我那時又不知道什麼事 安排一件比較低胸的衣服 對於當時來說 女演員都比較保守一點 尤其我還很小 穿起衣服怪怪的 導演就想我把衣服再拉低一點 我覺得那裡是挺有趣的 其實裏面還有一些 有些場合導演也有很多 劉官偉也有很多要求 我覺得香港導演很多時候 很喜歡親自示範 做賣戲給你看 好像徐克 我見幾個導演也是 他們本來不是演員 但是很想你知道他在說什麼 他就做賣戲給你看 他也不例外會做賣 很緊張 你應該要做這樣的 不過他那個喜劇的timing 是做得很好 所以那齣戲很多地方 令人笑到都收不到聲 拍那齣戲我很開心 為什麼呢 整班都是喜劇演員 但很搞笑的 我們開工 只是林靜英很嚴肅地坐在那裡 想事 但是每個人在他面前 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他不會笑的 就是這樣想事 另外 許冠英經常看那些好笑的書 看完就跟我們說 錢小浩因為跟我們年紀差不多 年輕人經常搞搞 因為拍戲也是很悶的 坐在那裡打 看打燈 大家在那裡做什麼呢 他在那裡玩動物 等等就說一下笑話 整班人不同性格 坐在一起就會鬧出很多笑話 薑絲先生其實裡面 在畫面看不到的笑話 更加多 那齣戲因為要趕 又說要吹要上映了 那戲又沒拍完 後來導演說 好了 現在全部不准回家 直接拍到為止 沒有得回家 沒有得洗澡 他說 每個人就派那些紙底褲 我記得錢小浩很好笑 他說 紙底褲怎麼可以 天氣這麼熱 穿了紙底褲 有一次如果去廁所 一摸 沒有得洗澡 有三條橡筋在那裡 意思是說 那些紙底褲濕到 黏著衣服 有些橡筋在那裡 他是開玩笑的 但是他很豐富的想像力 這樣也可以說得出 那時候大家聽完 哈哈哈哈 在說笑了 有時 我記得 拍一場 就是說 薑絲進來一間屋 在家裡掛著那些雞 其實那些雞 真的死了 掛了幾天 很會臭 但是拍戲看不到 但是現場 每個人都要這樣 撿著鼻子 不可以聞 真的臭到差不多要生蟲 那些雞死之前 又是錢小浩 如果他們真的沒有東西 拿點酒精 拿點火 就想 現在說得不太好意思 就是想虐待那些雞 就是沒有東西玩 就玩雞 這樣 For action I would like Angel Part 3 For comedy I would like 姜詩先生 第一集 如果 古裝戲 我會喜歡 《熟山》 《熟山》 是我第一次的古裝戲 也是我從事 演員生涯的第一部 所以這部 非常有紀念性 可以這樣說 這三部戲都是我比較難忘 中文 我還希望 我暫時 都是退休的狀態 雖然說 我不拍攝 但是 我也在這裏做著 做這種 我覺得很有意義的 現在 我其實在這裏 忙緊 將中國的舞蹈文化 中國的舞台上的表演的文化 可以將它發揚光大 上一年在2001年8月 我在北京舉行了一個大型的歌舞娛樂劇 叫做天地七月情 The name is of heaven and earth This is a musical, action musical 這齣娛樂劇有中國古典舞 有雜技、有京劇的舞打場面 有功夫、有藝術體操 是將很多人材包裝在一起的一台戲 觀眾看完這齣戲就會覺得 原來中國的舞台表演這麼精彩 這也是達到一個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目的 我現在在做這件事 在今年的2002年的5月 我們將會在溫哥華做一個 全世界性的第一站的演出 我也知道很多朋友都在這裡默默支持我 雖然有時我屬於比較低調的人 加上自己已經沒有再拍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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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自己沒有再拍戲 但是我往往也有收到一些影迷寄離的 給我的一些告知 給我的反應 甚至有時有些人認得我 他們也很熱情地跟我打招呼 問我一些事情 這麼多年來我唯一滲滲在心中的 也值得滿足安慰的事情 很多影迷都很懷念我以前拍攝的動作片 他們也很深印象 而且對我的印象很好 所以我覺得辛苦了這麼多年了 這麼辛苦也是值得的 雖然現在不拍戲 但是我現在也在做一些比較國際性的演出 我是producer 我是製作大型舞台的表演 我真的很希望以後有機會 可以將這些這麼好看的中國的表演文化 可以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欣賞得到 這是我最大最想做的東西